各位老师好 我们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游戏学华语 游戏学华语呢 这是小伟会替我们设计的一个辅助教学的工具 它里面有一些题型呢 是已经设定好了 有一些是可以线上更改 熊老师为我们特别做了一个是可以离线用 而且它的题库可以隐藏的 在这里非常谢谢熊老师为我们做的一切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 这个题目呢 熊老师有做一个整个游戏包 包括四个游戏 里面包括功夫小子创通关 飞标大考验 魔窟寻宝记跟鼻舞召集令这四种 里面题型分为三个 一个是选择配合跟是非题 那后面两个因为都是是非题 所以它的出题机是属于同一个 熊老师呢 有特别替我们做一个叫how to的东西 在里面有告诉你说应该要怎么去做 第一个要下载出题机 然后里面应该要怎么去选择 因为这两个是同一个是非题类型的 所以它用的是同一个出题机 如果你是存成网页版的时候 网页版要特别注意 这是属于网页版的话 你必须把这整个东西复制 复制到哪里呢 到你的notepad去 最后储存的档案必须是 它的编码utf8 然后再来是所有档案 这个地方呢 除了你的档名之外 后面要点htm 这个点htm是最重要的部分 不要忘记 那这是inbat inbat就是说你把它签入部落格 或网站的时候呢 它就是用这个语法整个复制 把它放到你的那个部落格里面 那在这里解释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到提型的部分 提型跟提库 一个就是提型 就我们现在用的是 功夫小子闯通关 这个是它主要的 在前面的这个游戏的部分 那后面在提库的部分 我们就要再从出题机里面去出题 好 打开之后你会有一道保护线 security的那个防线 你要让它unblock 让它通过 好我们再开始在这边 要把题目列出来 好第一个是你的题目 在正确答案 比如说我在这里写 我用我的教材来做 我的教材在哪里呢 我的教材部分呢 我还是用单元课程的部分 来做这个题库的部分 然后呢 我利用的是我的生字生词部分 来做选择 好我进到我的词典里面之后呢 我就拿这个来 比如说我写冰水 就是说你每次都可以 把你的课文打字出来的话 那这个加来出题上面来讲 就会比较容易 然后这些字呢 我就题目 这是你的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是在第一个 后面的那个错误答案有三个 比如说写冰库冰箱冰棒啊 这些东西 好我现在来把题目把它填满 好我们现在把题目都出好了 这花了蛮多时间去填这个题目 当你填好的时候 刚刚下面空白的部分呢 就已经全部变成满满的 好那我们现在这个部分呢 是属于htm语法的部分 就是网页档的部分 我们把select all 点击在这个框框里面 按滑鼠的右键 然后按select all copy copy之后呢 我们要打开我们的notepad档 好贴上去之后呢 我们必须储存成网页档 网页档呢 第一个 好我们要存在同一个folder里 刚刚那个同一个folder里面 第一个我们要选这个字码 utf8的字码 然后这个要全部的档案 all files 然后呢 file name要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d001 它设定就是小写的d001 然后呢 除了这样之外 后面还要再打上一点 htm 好htm表示它是个网页档 然后就叫储存 储存完之后呢 我就关闭 如果你是要是inboard到你的部落格 我们先保留这个页面 如果我们要保存到部落格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要把它存进去 好 那么先不动这个东西 那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已经存了一个网页档之后 我们现在可以在教室离线使用 就是说给同学在教室完的时候 我们就double click这个网页档 好这个一样哈 安全过关 然后呢 它就开始 哦 功夫小闯通关的游戏 好 第一个题目出来了 请跟我来 好 就选这个 然后呢 你过完关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吃这个 吃这些东西 然后 你要是吃到那些鬼头啊 或者是那种恐怖的东西 它会扣你的分数 好 第二题 筷子 好 就到这边跳过去 然后就开始取宝物啊 好 不小心吃到魔鬼就被扣分了 苹果 好 买单 好 如果我错的话呢 我选买卖 很惨 好 很惨之后呢 呃 你看到分数完没有被扣啊 它会继续再加分 但是它唯一会被扣就是说 吃到恐怖分子 它会被扣了一分 那恐怖的那个 呃 比头啊 或者什么 好 现在是十手间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汉语平音啊 好 它是有加分 但是没有扣分 我刚刚看到它加分了 嗯 然后我吃错东西会扣分 好 扣了三十 什么消息 因为有时候会比较灵活啊 然后我们先看用餐 我现在选错 现在是一千三百七十分 我看 我如果选错 我选用人 我可以扣啊 其实摔的蛮惨的 但是它继续再得奖 啊 得分 得分好 然后我吃 吃错了之后 又被扣分 好 好 就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们的游戏 呃 功夫小子床 通关的游戏 它的设定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inbag 好 很惨啊 我们现在来看到inbag部落格的部分 我还保留这个部分啊 你先把它 不要把它关起来 你一把它关起来之后 这个画面就不见了 如果说你不是说现在马上要用 你可以把它select all之后 copy 一样存在这个notepad的档里面 存进去之后呢 你就说这个是for web 你就这个东西都不要改 什么都不要改 也不要存成网页档 你就写for blog 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你迁入的语法 好 那我现在先不管它啊 好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迁入语法放到我的这个里面 但是呢 你要想我的部落其实不是这么宽 我的东西是这个宽度 我的部落格的宽度只有400到420 所以我这边400 高度可以长一点也没有关系 看起来比较舒服哦 但也不用太长 大概500 600 400差不多 好 那就这个样子 那我就把它按滑鼠的右键 出来menu按select all 然后再按滑鼠右键把它copy下来 我现在进到我的环网部分 好 我们进到环网部落格管理的地方 到这里呢 我们就要去发表新文章 我们刚刚复制的东西啊 在哪里呢 在这里啊 我们已经copy了 对不对 copy了 我们直接就要到htm的地方去 把它填在这里 按update update之后你现在看不见啊 那我们就写 呃 功夫小子闯通关游戏设定啊 在这里我就写功夫小子闯通关提库设定 那我们就来看看有没有成功啊 我们来看看 往下拉 那在这边分类的地方 我就把它写 简单的电脑教学自我学习的分享 好 怎么选择两个 当你选了一个之后呢 就是有一个 第二个呢 你必须按着你的shift key 然后我们把这个打掉 不要有人写信给我 好 按发表 你按完发表之后 你不确定你东西有没有上去 我们可以去看看我的部落格 我们进去看部落格 看这个inbed成功了没有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游戏 功夫小子闯通关就已经进来了 然后我们就按开始 你就看到你这个小朋友跑得很快 就开始玩游戏了 开始 第一个题目出现 用餐 用餐 非常可爱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谢谢熊老师为我们设计的这些 就离线版 非官方版 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出题机 谢谢 介绍到此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个就是功夫小子闯通关的介绍 题库设定的介绍